Hello 大家好 我是限年斋主 欢迎收看一期定第22期 本期的墨又是来填补年代空缺的 建国初文革前的曹苏公松烟 遗川点漆 装墨的是个黄色纸壶翻盖盒 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早期常用的包装 翻盖内衬是蓝色撒银 只乎翻盖盒的存取很方便 缺点就是密封性比较差 所以通常还会配个零套 以达到进一步的防潮作用 不过这个墨的零套已经没了 日常保存需要包括保鲜膜防裂 来看看墨 二两形制 正面立书莫名 遗川点漆 下边属款红利山庄主人藏烟 和摇签法制的硬件 背面有个采松的墨宫 篓子里可以看出来是装的松枝 上面是一段传书文字 光绪丙生九木属 晖州曹苏宗宫 仿原朱万初 采宜山苍松烟 和伐骏陆角角 按十万处法制 光绪丙生是1896年 正墨用的是轻墨的板子 顶款松烟 看顶款可以知道 到这个墨的时期 这个板子已经有点扯板了 两侧五款 底部微膜 还有点崩口 墨有点裂 跟墨体上擦也擦不掉的墨霜 相呼应 应该是之前保存上的问题 墨还是很紧致 很压手的 磨一下 用一块龙尾山眉纹紫实 得做好被刮花的心理准备 虽然听着沙沙的 但是磨感挺柔和的 不硬 凑近还能闻到一点淡淡的摄香味 不出意料的 还是有点沙 刮研台又没跑了 这个紫料开封2000亩 项目依然很顺畅很快 一会儿就浓了 那就这么几下 还是留下了一些划痕 看看磨口 是比较油润的松烟磨口 看一下入水 我怕有墨皮残渣影响 把墨叶倒进了碟子里来试的 入水是比较典型的松烟颗粒感 刚开始是有点泛油花的 但很快就融到水里了 并且有种润感 我在擦干磨口的时候 以为会是个比较中性调的墨色 一入水有惊喜 肉眼看非常明显的泛紫调 颜色很好看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墨色类型 而且墨叶很干净很清爽 多调入水里几次 也完全没有浑轴感 上纸看看 80年代红星棉单 其实上纸之前毛笔沾墨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墨叶非常润 上纸的细润度相当好 浓墨拖动的时候 不会觉得粘稠拖不动 流畅 清透 细润 而且墨运不糊 收得住 笔上即使水多了 笔道依然能留得住 再来看一下干了的墨色 微饭冷子调的松烟墨色 又润又清透 很有味道 效果相当不错 老规矩图几下 从年代划分来说 建国出老板子墨 常常会被当做晚清民国的墨 但实际上经过抗战之后的 置墨叶在有些方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 战后的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置墨叶也经过了好几年才缓过来 所以从质量上来说 并不是建国前后 这一时期的墨就一定会比文革和文革后的墨要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民国设限墨叶为例 我分享几个当时设限墨店的情况 应该就能知道了 建国前夕仅有老胡开文 胡开文正级 胡开文顺级 胡开文人山市四家 从业人员23人 其中店主10人 店员2人 工人9人 学徒2人 年产不到4000斤 多数中小型手工作坊 家电一体 这里可以看出 战时墨叶也未能幸免的受到巨大冲击 其实在抗战初期 射程墨四是有所增加的 从民国初年的胡开文 胡爱堂 胡振文 胡胜文四家 增加到了八家 年产3万斤 只供80余人 但到战后 射限至墨的从业者都没剩多少 再看看抗战时期的射限 胡开文墨店 将这户沦陷后 屯膝射限等地来往商旅甚多 国民党军阵药员云集 购墨作为礼品藏品的很多 胡开文墨店名气大 起初的销售其实是更旺的 但却因为店主胡腾方不善经营 盈利或挥霍或转入修宁补贴家用 而没能及时购进原料 生产难以为继 到1940年 店内职工只剩4人 1942年2月 店铺又遭日军飞机轰炸炸毁 虽然集资重建两间店面 但还是因为资金短缺 未能复业 其他的一些 例如1940年 胡锦湘开设的胡开文竞技墨店 周仁山开设的文心源墨店 都因为产品低劣 那业务很差 1941年2月 曾在社县胡开文墨店当职员的 陈根炳 与其他四位股东 方载月 周仁山 胡养之 冯荣森 一起开设了 辉州老胡开文墨店 陈根炳的原料品质较好 因而销路也很好 但好景不长 1941年4月 日积轰炸 其电污大部分被炸倒 损失很大 1942年2月 社县胡开文墨店被炸毁后 店主胡屯方合伙参加了 辉州老胡开文 原来墨店的部分职工也加入进来 原合伙人周仁山 则拆股出去 创设仁山是老胡开文 而胡爱堂墨店 因为店主吸食鸦片 挥霍殆尽 只好将店堂盘给 原在街边的胡振文墨店 胡振文墨店便迁入 位于正街的胡爱堂墨店原址 同时墨作坊也有新增几家 但却都因为产品质量不佳 销售停滞 数月后相继歇业 光当时的社县墨业 这分分合合都会拍一部 民国年代大戏了 而这分合起落 也从侧面反映了 当时墨业 以及质墨质量的不稳定 抗战时期 墨店除了经营上的起起落落 质墨原料也是非常不稳定 扬烟广胶断供 只能自产烟胶 边熬胶边质墨非常吃技术 那这就很难保证 墨的品质和品控 加之有些烟煤棚 取烟时又投机取草 又掺摇底煤渣的情况 严重影响质墨质量 当时能保质保量的墨店并不多 抗战胜利后 初期的通货膨胀极为严重 原料采购上经常出现问题 加之钢比的普及 墨的需求大幅减少 对墨业冲击很大 那是不是建国之后就没这些问题了呢 其实也不尽然 建国初百废待兴 墨业产销不忘 胡开文正极 胡开文顺极 胡开文人山市 三家为节约成本 还曾用玉米粉 弱皮灰 骨壳灰 缠入某种 因而导致产品低劣 既影响了品质 也影响了信誉 从抗战时一直到建国初 全国制墨业能保有不错的出品品质的 也就几家大店 而因战时影响生产的也不少 例如抗战爆发初期 上海曹苏公姚记的墨庄 就因日军炮击而毁 曹苏公姚签这一支 也因此一直到建国后 才慢慢缓过境来 扎二庙 詹大友 这些知名墨店 也纷纷因战乱而关张 这部分 我手头详细可靠资料并不多 就不细说了 除了之前提到的 许多墨店都是类似的命运 要么一决不振 直接倒闭了 要么狗言残喘到建国后 甚至公私合音之后 才重新走上正轨 OK 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我是献田斋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